大家好 信仰毛间的三款特色茶 为何只有商城线有 它们有什么样的特点 如何的充泡和平饮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 这三款特色茶是 第一 商城线高产野茶 我们可以看见这款高产野茶 外观的形状比较粗大 松展 白豪丰富 但是它有弯曲状 这是商城线高产野茶的 干茶的外观形状和特征 然后再看这款茶 这款茶叫商城线雪芽 它只有商城线这个茶具有 这款茶的特点我们可以看见 牙头肥硕 饱满 匀枕 也是白豪丰富 这款茶叫做金刚碧绿 也只有商城线有 它是商城线金刚台茶 外观形状 外观形状粗大 扁平状 身披白豪 白豪丰富明显 下面我们就开始冲泡这三款茶 就是这个座城线啦 是吧 我们想看完我们的花围 是最后的药丰富 是akou 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款茶的特点 第一 大家可以在视频里面清楚地看见 汤青色名 就是这三杯茶的茶汤 这一杯高尘野茶 这一杯叫商城雪崖 这一杯叫做金刚碧绿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茶汤的颜色通透明亮 不浑浊 不昏暗 透过这个茶汤可以看清楚 像镜子一样 第二个特点是 它们茶汤的颜色都是微黄色 淡黄色 而不是传说中的 或者是大家误解中的 那种绿色 第三个 这三款茶的共同特征 它都是南华香味 我们不是说信仰毛间 常见的茶 都是利香味吗 为什么你这三款茶 属于南华香味 第四个特点 这三款茶 它们的共性都是 茶汤的滋味 我们平饮了以后 给我们的感觉是 鲜爽 绵柔 顺滑 醇厚 甘甜 不苦 不适 入口 到茶汤吞下去以后 我们的回甘 都是这种淡淡的甜味 那么商城高山野茶 雪崖 金刚碧绿 这三款茶 这么内在品质 这么好的茶 为什么只有商城县 才有呢 这跟商城县的茶园的生态环境有关系 理由一是 商城县的高山茶园平均海拔高度在300米以上 理由二是 高山茶园空气质量好 头壤肥沃 天然的有机肥料 因为高山上有各种树木 高大的树木 遮掩住了下面一米多高的茶树 但是说大树底下好成粮 这样的话 茶树受光照的时间相对胆 但是呢 它又需要光照 会导致这个茶树 它的生长周期非常长 那么这个茶树 它所积蓄的营养物质 更加的全面 更加的丰富 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 第三个 高山茶园 因为它和其他的一些植物 进行自然的和谐的融合的生长 它会吸收到蓝花的香味 杜鹃花的香味 杏花 桃花 板栗花 各种香味 所以高山茶园 我们往往会闻到 非常特殊的这种蓝花香气 第四个呢 高山茶园呢 它的无论是干茶 还是我们在水中浸泡开了以后 它的干茶的鲜液 以及浸泡开了以后 茶叶的液底 要比其他茶区的茶 明显的要宽大 要肥厚 第五个 高山茶有个共性是 更耐泡 一般的茶 就是清明节前后的 高端信仰毛间 一般是泡三遍四遍 茶汤滋味 比较满意 那么高山茶 你即便是泡上五遍六遍 茶汤的滋味 以及茶叶的香气 仍然是很满意 这期视频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这期视频